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这个侯友谊本来一直叫侯老三 忽然变侯老二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要敦请咱们的唯一 而且真的是唯一的爆料天王 张有化张大哥 张大哥你好 欧教授好 有化哥 这个侯友谊忽然以18.9 赢过了柯文哲18.7 这下侯老三进身为侯老二了 您觉得他这个宝座可以继续做吧 不过这个侯老二好像这个票 仍然稍微计算一下 还是只有200多票 还不如当时候的朱立伦呢 他是不是手气太背了 而这个民调您觉得 会不会有任何机构效益 还是任何刻意的客制化 来把柯文哲给打下去呢 是不是一个春风状案 这个前兆 就是先把柯文哲给打下去 好他们来好好的爆发春风状案 反正这两个人都很低 春风状案怎么扫 把人给换掉 民进党都不会败 您觉得可不可能 是这样的一个 整个大计策之前的一个 暴风雨的前奏曲 有请有华哥来爆料 有华哥 因为这份民调是由美丽岛电子报做的 美丽岛电子报它是长期追踪 所谓四角都 它这四个人的民调 我们先来看柯文哲的 柯文哲差0.2 他过去的民调曾经到30点多 那现在一路下降 已经降到了18.7 18.7 换句话说 他这个民调就是证明了 他跑掉了将近12% 那侯友宜的民调 最高的一次是25 现在也降到了19.2 那赖清德是维持不动 那这里面的变数就是 郭台铭的12.9 所以我们从这个民调上面 尤其是美丽岛做的民调上面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三只小猪加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 他的民调 就是说非绿联盟的民调的票 你还是比赖清德高很多 对 加钱就是还是有50吗 对 如果分给这三个人的话 大家一块死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民调可不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 这个金甫冲讲过 给他50万跟给他90万的民调 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 我们可以这么说 是25份民调的比较的结果 侯友宜勉强占到老二 他会不会再度跌落 不晓得 至少他赢了柯文哲的0.2个百分点 这个在误差范围以内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老二也是非常非常的熏虚 我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讲 柯文哲的民调有可能会反映出民众党的基本盘 但是侯友宜的民调 从 从过完年以后到了现在 他反映的不是正常的国民党的基本盘 比国民党的基本盘还要弱 你就是说明了侯友宜他本身 他这一方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我所知了 你民进党准备好 在民调再翻过一回以后 他们就要准备打磕或者是打打锅 那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对郭台铭没有什么批评 对侯友宜讲的是不痛不痛 先打柯文哲 把柯文哲打了下来 柯文哲打下来 你侯友宜的民调也没到达三层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会根据这一些民调 去制定他的选战策略 最好你们三个都是这样子 我连骂都懒得骂了 我反正我只要有34.8 我就可以胜选嘛 三分之一的人支持我 我就可以胜选 那我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要下重手去对付柯文哲 侯友宜跟郭台铭呢 欧教授 是完全是如此 我们能不能就有华哥的话 来做一个解释 何以侯友宜今天会跌到这个18.9 而且破了过去国民党的盘 我们能不能从云林同乡会在台北办活动这个事来看 是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地方人士几乎都已经离心离德 等同于国民党原来的盘被割掉了一大块 现在只剩中间的那个小蛋黄这块 以前的蛋白那块都不见了 所以国民党的基本盘 是不是已经因为侯友宜跟朱立伦过去几个月的表现 而被重新修正了呢 能不能这样说 有华哥 应该这样子讲 如果今天没有郭台铭的因素的话 这些地方派系还是支持侯友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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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各位真的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从提名侯友宜之后 这些地方派系几个人 跟朱立伦友坐下来好好谈过 我打包票绝对没有谈过 绝对没有谈过 各位要知道 郭台铭去看韩国瑜 各位知道郭台铭去看韩国瑜 向他道歉 都是郭台铭透过地方派系的运作 他没有透过朱立伦跟韩国瑜道歉 所以都是透过地方派系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侯友宜截至目前为止 对于地方派系的人 他见了多少个 然后只要见 那大家就摆脸色给他看 他久而久之 他也知道无趣 自讨没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看要收编地方派系 不是侯友宜或者金服冲的 能够做得到的事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由朱立伦出场 如果朱立伦不出场的话 党中央跟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永远如此的话 那只有一句话说 你派一百个金服冲来都没有用 因为金服冲只敢在党内横行 到了地方他敢横行吗 这个就是这个民党语叫做他只敢在牛巢内 扼牛母而已 对 民党语叫孤雕来奥骨骨骨而已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民调 国民党不必说了 说这是假民调那些 25份民调总算做出一份 侯友宜变成0.2的老二 0.2的老二只赢0.2 不值得高约 这完全在无差范围内 对 还有一个 这绝对不是国民党的基本派 他反映的不是国民党的基本派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给侯友宜大概一年的时间 他民调还是维持这样的话 国民党真的是选不下去 好 看起来友华哥已经为我们给了一个助脚 有点像 唐朝遇上安始自乱以后 真的就彻底的反正割据了 这个唐皇室再怎么样 中间都是击落不正的 现在国民党党中央 什么时候再重新像话 那就位置 是一个未定之天了 感谢友华哥 谢谢友华哥 谢谢